这几期呢 就觉得她老是 我们两个总是 没太在一条道上游的时候 陈云陈 你跟叶玲不是之前认识吗 就是你们之前 在一起拍戏的时候 她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她就是给人 感觉就是快乐 开心 简单 但其实呢 要是交心的话 她可以超级 超级深沉的一个人 我感受到她十二斗 十二深沉了 对 大哥特别赢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那天 约着在家里 请了那个苏龙 汪苏龙来 然后我们三个就在唠嗑 他很让我感动的一个点是 他能记住我的生日 你知道吗 就是他脱口而出 就是9月6号 你知道哥哥第二句接的个啥吗 他说你看 我记生日很厉害的 汪苏龙 10月27号 你知道吗 一下从天上给我打到的弟弟一下 能记一百多号人的生日 都记住 对 他就很直男的表达方式 就觉得这个 这个男孩子 老碰我那个梗 但我觉得 你们俩性格什么的挺搭的 也录了这几次了 应该也走点心了 哇 你击中了心田 你这句话 该走点心 你这句话 之前我就想跟汪哥敞开心飞聊一聊 最后金城蹬了我一脚吧 就算 所以我决定要跟他 落一落这事 汪哥 嗨 来 快来 来坐坐 你多久没有逛书店了 我 没多久 我在广州还逛呢 你这么爱读书 学长我书读的少 但是 书店逛的不少 对 我喜欢看书瓶 我刚刚看到你一本书 什么书 它说 无恋爱 嗯 会死吗 但恋爱一定会活过来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过这句话 我去 你可以的 怎么样 看来逛书店是有用的 是吗 还可以还可以 一块东西 一块东西 哪一块说 就在那里 不恋爱会死吗 不会死 但是恋爱 一定会活过来 对 蛮好的 嗯 买它 送给你 你看看我们王哥 有点东西 我送你 必须的 王哥 我看上那一片了 那一片呢 买 上链鸡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 为什么约你到这儿吗 嗯 为什么 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我的文化气息 用文人的气质 就让你觉得我不只是长得好看 但是也很有文化的素材 没有 在我心里 除了你那个说你刚才说长得好看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以外 我看到你 就像看到了书店 扯回来啊 就是 扯回来 咱们一上来不是设定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很好的关系了吗 嗯 但是小时候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类似于像邂逅似的那感觉是吧 就是那种小时候啊 学生时代 那种 你比如说两个人想去拿一本书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同时去 抓到一本 然后有一个小小接触 然后碰撞出来的那种 可以啊 就又很青涩 对很青涩 又很懵懂的那种感觉 但我小的时候是比较胆大那活 咋得扑啊直接 比如我要是真喜欢我碰一下 哎 没说过 我就抓你 哎 怎么回事 甩不掉了 手上有胶 502 聊不下去了 来吧 怎么弄 来 想一想啊 嗯 我觉得 就咱们上学的时候 不都是那种一排一排的吗 嗯 就是我在这本拿的时候 是一个对面的那种感觉 哦 就我抽出这本书的时候 是两个人说 哎 可以看到的 但是好老头啊 就你们电视卷里面 可能都这么演的 对对对 再看能不能搞得不一样一点 我演大部分都是警匪题材 哦 硬汉的那种 所以刚刚是那样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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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喜欢温柔的 温柔一点 对呀 你怎么能这样 给人家吓跑了 好 那咱俩啊 试着去找一下这个 邂逅的感觉吧 我们上去 好啊 走吧 哎 我觉得还有一个桥段 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矮 嗯 我够不着 哎 我从后边拿一下 比如说我小杨那个 要拿最上面那个 这怎么邂逅 给刘以豪打电话 让他来了 他个比我高 哇哇 邂逅不了了 来来演一下邂逅 来走 哥哥哥哥 我想要那个公仔 妹妹 我想要上面那个 人民的名义 你绝了你 你如果要是邂逅的话 我觉得刚才那个说 跨我过来 嗯 这么一拿 嗯 这个不浪漫 怎么浪漫 哎 有点东西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王哥你很厉害 是不是 那当时我应该会被吓着吧 你这么累呢 抱一下 都很沉吗 没没没 我没睡好 给我憋住 我很轻的 很轻的 可以可以 通常都是那种 哎呀 碰碰小手 你这直接给它举起来 那再试一个碰碰小手了 好 我那手很矮啊 我想要这一本 走你 够的 不是 真的 都不太快 就要做 你ro... 好 我怎么会被吓到 还有 吗 是 我这边是 我都不是 有什么 我给你 我给你 дол是 我给你 我给你 那边 Tage 我吓死了 再见吧 这场线后没有了 没有了 我觉得刚刚那个挺好 就是只给 因为我平时就挺皮的嘛 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如果要是说 我看见我的同学 无论是女孩或者男孩 要够这个东西 我也都会把它抱起来 你谁都抱 前提是 我得熟 这个人我得熟悉 你是中央空调吗 我不是啊 我就两个胆 一个是暖风 一个是暖风 你说谁都抱 全班四十五个女孩 你都抱一遍 那不行 那这谁跟你邂逅啊 真是的 那就谢谢了 对 那就谢谢了 你说就是我这个角色 是大厨 然后咱俩要不要在 食堂里设计一些 什么邂逅的桥端 食堂 好啊 比如说你在那吃吃菜呢 然后我拎一朵肉回来 然后我看见你 我就哭了 然后你问我 你为什么哭啊 我说我看你吃菜心疼 我想给你做肉 你知道 因为我特别有亲身经历 因为我小时候学舞蹈的 你知道我们有多惨吗 我们胖一斤要罚五十块钱 我们小时候真的是看到肉的时候 就好难过 有时候真的是好烦 就是又不想被罚钱 但是又想吃 我能理解那个状态 对 所以说 比如说我在看着的时候 我可能在旁边摸摸的 好难过什么肉吃不了 你就看眼里 所以呢 你长大之后 你就可以有一个 能把素菜做成肉味 就是为心爱的女孩 学做肉味的菜 用食堂来作为前传 去讲他们以前的故事的话 会觉得跟后面后续的故事 会可以很好的挂钩 我饿了吧 哥 我们先去吃点是吧 好吧 走吧 哥 带你吃肉去